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就有个狠人的生活日常,你也有吗? 最近在网路上呢,掀起了 是个狠人,这种网路用语 到底什么行为能够让你就是一秒点头说 他真的就是所谓的狠人 他就是太狠了 今天就为大家精选九个狠人行径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要来分享一间位于中山站的新咖啡厅 这间咖啡厅呢,很有趣 它其实是全家便利商店 自己就是开设的咖啡厅 算是咖啡体验店 叫做Less Cafe Plus 那这间咖啡体验店呢 是位于中山商圈 在中山北路上面 营业时间是早上的七点半到晚上的九点 它十二月才刚试营业 然后今年应该2023年开始之后 应该就正式的对外营业了 现在有些优惠 就是去有些酒泽之类的 所以可以趁早去尝尝鲜 里面提供的品项非常的多 它的咖啡跟里面的一些茶饮啊 都是跟一些大师联名 像它的咖啡是跟日本咖啡大厂UCC联名合作的 那在茶品的部分呢 也有跟台湾在地的一些在地茶厂合作 那也有什么糖霖茶 那甚至它的甜点的部分也很厉害 就是跟人气的法式烘焙放法棚 有一系列蛋糕啊 或是肉桂卷都是法棚的 所以你在这间咖啡厅 也可以轻易地吃到一些人气的烘焙放 所推出的甜点 那我们家自己还有主打一款叫做 克拉福棒 它就是有点像是可颂 就是介于可颂跟松饼之间的口感 然后上面会淋上一些巧克力或是草莓酱 所以他们家的主打 那它做的像是冰淇淋 它有一个冰淇淋棒会放在那个松饼里面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可以直接取用 还蛮方便的 但是我个人就是有点这个他们人气的商品 因为想说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 120块 然后有分巧克力跟原味 然后还有草莓口味 我点的是草莓口味 我只能说我吃完 就是尚可 拍照其实很可爱 然后很好看 但口感的部分跟它的价格部分 我个人觉得就有一点点贵了 但就是以尝性的心态来说是还行 但他们家咖啡是真的还蛮好喝的 蛮推荐的 它除了一般咖啡之外 他们家还有推出所谓的那种咖啡调酒系列 那也是可以去尝尝线 整个空间就蛮明亮的 它就是有两面的窗台 都是玻璃窗 所以你两个角度都可以看进去都是透光的 那里面有三十几个座位 那因为它不现实 所以去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小排队一下 如果人蛮多的话可能 因为它不现实的关系 所以你可能就要稍微等待 那我个人觉得是 以一个经营模式来想 它是有点像是路易莎跟 所谓的星巴克的结合概念 就是它是超商推出的 自己的咖啡品牌 但我个人觉得它的定位 是比超商咖啡再贵一点 就比路易莎再贵一点的单价 它也想要做一点市场区隔 不要让你觉得说 因为这咖啡在全家也可以买得到 那当然它的咖啡都应该是不一样了 那整体的装潢也蛮用心的 有找一些叫做占卜的设计师 有设计他们家的相关的一些衣服 或是一些周边 还蛮值得一逛的 叫做Less Cafe Plus 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放到IG 其实您应该 然后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您应该 按赞 追踪起来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注意看 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呢 第一点就是 他会一个人去吃大餐 那种大餐呢 是那种麻辣锅 或是吃到饱 你知道敢一个人去吃这种 就是所谓的麻辣锅吃到饱 或是那种料理 是很多道菜 什么法式料理之类的 你就会眼看 大家坐在你旁边 都是成双成对 或是一大群人在吃和菜 但你就是 我老子 我今天想吃麻辣锅 我想吃 想食天地 我想吃续集 我就一个人去吃 就不怕那种 一个人 就会有别人 很多人在旁边 又注视你的眼光 不怕孤寂 然后也不怕 别人的异样眼光 这真的就是 狠人才做得到 但最近就是 像这种吃的盗饱 或是 它是共食的餐厅 他们其实都蛮贴心 像海底捞 我记得 如果你是一个人去吃的话 他对面的位置 会帮你放一只 玩偶 我个人觉得蛮大心的 就可以避免掉那个尴尬的窘境 感觉是很lonely 但我个人 我自己去赶 如果我真的很想吃某个东西 那我去赶一个人去吃 尤其在国外的时候 跟我说 I don't care 那台湾的时候 如果去 一个人去吃麻辣锅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价格 很像也没必要 一个人去吃 主要是价格影响 但如果在国外 我真的是不在乎 好啦 那就是第一点 关于说 狠人 就是敢去吃那种大餐 麻辣锅 或吃到饱 他都没有在怕 加第二关于说 注意看 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行为 那就是 KTV唱歌的时候呢 店员走进包厢 或是送餐啊 收费啊 或是问你要不要 继续唱的时候呢 这个人 他就是会继续的唱 完全没有在在乎 店员的观感 他就是自认说 I don't care 你觉得我唱歌好不好听 反正我就会继续的唱 我们不想浪费 一分一秒 这种就是在店员送餐 或是来收费的时候呢 他就是完全不在意店员 或是别人的观感 因为有时候 那个店员进来之后 他门不会关起来 所以旁边 可能还有一些路人会进过 他就是继续唱他的 依旧 一个字都没落掉 一个拍子都没有断掉 就继续唱下去 这种人 要不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歌喉 非常有自信 要不就是他根本不在意 别人的看法 或者是他就是喝醉了 他就是完全性的 已经没有在care外在的人 到底现在谁在旁边 或是谁出现 这就是所谓的狠人 而这就是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呢 就是三 看片子的时候呢 从不略过广告 然后剧情也不快转 讲到这一点 我跟你讲 他的不一定是迷片 有时候是一般的影片 YouTube影片 他也不会略过广告 我觉得这样YouTube影片 最近越来越猖狂 他们以前可能就一支影片 就那结束就结束 他现在要给你连了两支 就是讲说到底有完没完 该不会接下来那个影片的数目 跟那个秒数会越来越多吧 到底想怎么样 就是他要逼迫你加入他们的premiere 那根本不用讲 如果是看一些片片 就是比较成的影片的话 他可以忍住 就是不按掉就是广告 然后甚至也不快转剧情 他就是彻头彻尾 就是个狠人 就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呢 就是四 那坐在博爱座上面呢 那你看到所谓的老骆俘虏 上车还不让坐的人 虽然说我个人真的觉得 坐博爱座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道德上面的 说你一定要 年轻人就不能坐博爱座 我觉得就是有空位 然后这时候没有人坐 那你自己觉得你现在身体就是很疲倦 你想要坐一下 你就坐 但有些人厉害是在于说呢 他是坐在博爱座上 他看到一些就是老骆俘虏 上车的时候 全车已经满 满员的状况 他就站在他前面 他可以就是视若无睹的 继续滑手机 或继续的就是当做没这回事 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真的很累 就会假装就是睡觉一下 或是就假装就是眼睛闭起来 就是闭目阳神 但这类的狠人是 他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说 对 没错 我老子 我老娘就是坐博爱座 但我个人就是没有想乱坐 他就坐在那里 然后眼睛直钉钉的看着前方 或滑手机 这类人我都觉得非常的狠 那我没有觉得他错 因为说实在 我个人觉得博爱座这件事情 就是他就是一种自己 你知道你要不要让座 其实跟博爱座根本无关 你要坐哪个位置 你要让座 他就是可以变成博爱座 所以去特别设立这个 只是变得 有些人就会拿窍 然后就拿个借口 说你怎么会坐在博爱座上面 或是你看到我年纪这么大 或是你没看到我受伤吗 为什么你不让我坐贼的 那我觉得也是没必要 就有点道德绑架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能够做到 就是你自己坐在博爱座上 你还完全的 你都视若无睹边 就是这些老老妇虏上车 我觉得你就是个狠人 现在第五点关于说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 第五点就是 寒流来洗 早上还在用冷水刷牙洗脸 就是我本身就是 在这一点上面 我可以彻头彻 我说自己是个狠人 就是天寒地冻 我跟讲哪怕在国外下雪 就是零下几度C 我在韩国披荷 或是在日本观光 我起床还是用冷水刷牙洗脸 我绝对不可能把水转到温 或是热那边去 因为你用冷水 洗脸呢 就是它可以确保你 脸部的水分 不会带手太多 然后也可以一秒的清醒过来 但是如果你用热水洗脸呢 它就可能会带走你 就是脸部的过多水分 跟油脂之外呢 你可能后续 保兵品要上很足够 或是我之前说过的 你如果漱口或是洗脸 你都用热水洗 很容易你嘴唇就变很干 那你如果后续 没有擦什么护肤膏 或是你的脸部保湿 没有做足够的话 你脸就开始脱皮 就会整天很崩 所以我个人是蛮提倡 就是可以用冷水洗脸 但你不用做到 像我这么变态 就是用冰水 因为我是一点温度都不会用 你可以用温水 温水的意思就是 你手摸觉得是有一点点温温的 泼到脸上是凉凉的 那这个温度是OK的 就不用真的到 就是完全性的 用那个最冷的机制来洗脸 但我个人觉得 敢用就是低温的时候 然后他用这种冷水洗脸 就是个狠人 就all the way都是冰水 直接刷洗脸 没在跟你客气 那真的就是要够狠 接下来第六点 关于说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第六点 是个狠人的生活行径呢 就是六 脸上冒出一些豆子 他可以抑制 就是看到那个白头 已经窜出来了 但就是不挤他 他就是不把他挤掉 他看着他就放着给他 继续的生长 我觉得这也是个狠人 就是大家就是看到脸上 有一些痘痘 痘痘就算了 但你看到那个白头 已经要冒出来 你可以耐住自己的那个 手剑的性子 就是耐得住这个 不去把他挤出来 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 如果你没有看到就算 但是你已经发现 但你可以抑制住自己的那个 想要把他挤掉的欲望 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厉害 很有定性 我觉得这样想 现在第七点关于说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呢 就是七 在别人面前很自在的 放屁打嗝跟替亚的人 能够抓这一类的人 大家都说 一定就是那些 欧巴桑啊 或是阿伯 就是他们已经无敌了 但如果你现在还是年轻人 你还可以很自在别人面前 就是放屁打嗝 剃牙 在大庭广众的面前 你就会觉得说 大家都还是会觉得说 这样做好像有点失礼 但某个程度来说 如果你敢做这些事情 就是在陌生人 或是在 就是亲朋好友面前 你都敢这样做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蛮做 自己的 蛮值得敬佩的 就是 你知道若无旁人的这种态度 其实也是蛮横的 当然有很多人就是说 如果你跟你另一半已经走到这个阶段 你在他面前敢放PT啊 然后大哥 其实也是一种情趣 表示你对他够信任 你不用再 就是隐藏这个面向 但我个人觉得 敢做到这一点 也是真的要蛮大的勇气了 现在第八点关于说 注意看 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 就是把上公厕 不用卫生纸 电马桶盖 或是不用酒精擦锅 直接一进去 不啰嗦 就直接坐在那里 直接上厕所 这类的人呢 我真的觉得也是蛮狠的 但我说的这些公厕 不是说你平常 就是上班的那种公司 办公室的公厕 而是就是你走在外面 那种怎么交流到 或是什么 突然去个捷运站 我突然去个某个地方 借个厕所 但你就是完全 对这个厕所 完全不熟悉 很多人就是 可以直接走进去 完全没有在意 那个马桶干不干净 就坐下来 就直接上厕所 我觉得这个 这个程度的 也是一种狠 但我个人觉得 我像有洁癖的人来说 就是哪怕 你就是看到一些 实验证明 已经告诉你 你有电卫生纸 在那个马桶盖上面 跟没有电 其实你沾到的细菌数量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你就是电的那个卫生纸 或是他有那个 有些比较贴心的保育公司 他会附赠那个马桶店 你就会用那个马桶店 你就心中就觉得说 哦 我想干净一点 或者是他有些 像会提供一些酒精 你可以用卫生纸 沾那个酒精 擦一下那个盖子 你就觉得说 我想干净一点 但如果你可以完全毫不犹豫 走进公厕 就立马坐下上厕所 我觉得这也是狠人 才做得到的行为 而这就是第八点 第九点关于说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呢 就是酒 吃薯条不沾番茄酱 吃鸡块不沾糖醋酱 吃炸鸡 还把那个 外面那个炸的鸡皮 那个炸鸡啊 或是什么的鸡盘 都把那个皮给去掉 我觉得可以做到 这件事情的人 都是非常有自制力的人 或是本身就是狠狠的人 就是他们想吃东西 就是可以就是克制得了 过水啊 或是人家吃虾子不不渴啊 吃同一布丁 不把那个蜂膜上面 那个遗留在上面的布丁 给填掉的人 或是吃汤面不喝汤 就种种行径 就是对吃件事情的 他们可以做到很极致 都是狠人 但有些人是为了结实减肥 有些人单纯就是 他就是觉得这样吃比较健康 他就选择不吃 就像我刚刚说的炸鸡不吃鸡皮 我有阵子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 那很多人旁边就说 那就是精华 你既然不吃那个精华 那你干嘛要吃炸鸡 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 那就是得要这样做 就是也是一种狠人的心态 好啦今天就简单 比较以趣味的来聊这一集 关于说 注意看这个人太狠了 就有个是个狠人的生活日常 你是否被说中呢 还是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赶快丢给他听起来说 你看你的知音 那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哦 好啦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